英国和日本不同 他们非常讲究血统 也就是所谓的贵族血统 为了保住自身血液的高贵 他们不惜尽情结婚 当时欧洲皇室之中流传着一种可怕的病症 名叫血友病 也被叫做皇家病 顾名思义 这种疾病只有欧洲贵族能够继承 因为这是一种遗传病 普通欧洲人根本没有资格和贵族通婚 自然也就没有机会患病了 所以欧洲人喜欢和你谈论血统 毕竟欧洲从古至今 都没有诞生过农民的革命 任何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保留了贵族的很多权益 虽然现在人人平等了 可皇室贵族还是能够轻易引领时尚 引爆话题 还是能够轻易得到别人得不到的资源 人民还要义务花钱养着他们 这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 只是没人敢说而已 日本这边我们比较熟悉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门法社会 门法世家几乎包揽了日本的一切军政要务 不信你看看历任的日本手下 哪一个不是门法世家培养出来的 日本皇室更牛 按照日本的历史记载 他们传承了2600多年 是这个世界上传承最悠久的皇族 为了保住皇室血脉的纯净 历史上的日本皇室 曾一度允许近亲结婚 什么堂兄妹 甚至是亲兄妹之间都可以结婚 根据资料记载 日本从第17代旅中天皇 到第44代圣武天皇之间 有15代天皇的皇后 都是在皇族近亲中诞生的 其中与姑姑结婚者四人 与同夫异母的妹妹结婚者二人 与堂妹结婚者三人 与侄女结婚者四人 与远方表妹结婚者二人 长期的近亲结婚 严重影响了日本皇室的 后代繁衍以及健康状况 天皇与妃子所生的皇子 妖蛇和得宾的比例高得惊人 比如明治天皇一共娶了5个老婆 共生育了15个孩子 其中11个都早早夭折 仅有的一个儿子大正天皇 还是个神经病 经常在公共场合大处养相 这让日本皇室 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后来再给天皇选皇妃的时候 也不得不选择民间的女子了 所以日本和英国很像 他们都实行君主力限制 不管是英国的工业化 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 全部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 都是贵族主导的革命 从某些方面来说 这样的革命并不彻底 它固然让老百姓得到了好处 但同时也为贵族保留了很多特权 这些特权使得贵族依然是贵族 平民永远是平民 我们这些外人看不出来 他们国内却明明白白 即使是在现在的社会 一个普通的英国男孩 也不敢去高攀英国皇室的公主 一个普通的日本男孩 想要大有作为 除非娶了门阀世家的女儿 不然纵有金氏之才 也难有出头之日 我们下期见